一辆大货车快速通过路口 但仔细看货车后头 一块轮胎早就已经脱落 在马路上高速弹跳了两下 往一旁的草丛砸去 当时一名除草员工来不及反应 当场被砸中 从另一个角度看去 除草员工看到轮胎一面袭来 来不及反应被砸个正着 整个人往空中弹飞 重衰落地后 紧急送往医院宣告不治 由于死者当时是在进行除草作业 一度以为是除草时 碰到了高压电线 遭到电击致死 意外现场拉起封锁线 远景在里面穿梭财政 事发地点就在基隆七堵时间路上 一处货柜车的停车场内 46岁的软性死者 警方在他的腹部发现 20到30公分的焦黑伤口 才会以为是触电身亡 经过警方掉夜监视器后 才意外发现遭货车的巨轮 杂重夺命 经警方调阅监视器 画面锁定造势车主 于晚间八点将犯险查细到案 本案后续依过失致死罪 侦办 意外来得突然 死者同事听到巨响出来时 发现人已经倒在地上 所信警方持续过滤 经过车辆才还原事情 经过揪出了这颗杀人轮胎 记者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